第三十题 我们将此密封包装的食物 由平地携带到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 会发生什么现象 是说明其中的原理 何者才正确 这是老师上课所举过的例子 我们这个密封的包装搬到山上 山上的压力会变小 所以包装的体积呢会变大 因为包装体积变大的时候 内部的压力也会变小 让它跟外面的减少的大气压保持平衡 所以包装放到高山上 体积会膨胀 内部压力会变小 第三十题问我们说 会发生什么现象 是说明其中的原理何者才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体积膨胀 内部压力变小